各位早安 2022年4月17日 这里是西藏昌都 出了市区大概5公里的地方 云雾鸟鸟 水气弥漫 一大早起来又开始下雨了 昨天就没走 因为下了一整天的雨 西藏这个季节 天气阴晴不定 实在是太影响形成了 没办法 走穿藏北线 出了昌都市区 再往西 下一站就是 泪屋骑县了 距离现在的位置 大概还有83公里 咱们今天 就必须得接着走了 实在不能再停了 走到泪屋骑县就休息 收拾前段之后 接着沿国道向西行进 今天的这一段路程 是属于214国道 抵达内屋骑县城之后 才进入国道317 虽说今天行程只有83公里 但是海拔的起伏是比较大的 起点的昌都市 大约3200米海拔 然后会经过一个海拔 4600米的 珠角拉山崖口 接着一路下坡 地大海拔3700多米的 雷乌骑县城 走着走着 车里一阵异响 我说咋回事呢 轮胎又爆了 这个轮胎 之前在广西就爆过一次 当时补了一次 没想到 才坚持到这就不行了 警示牌先放在这里 这是一个拐弯的地方 今年的爆胎 比预料中来得更早了一些 不过没关系 换上备胎接着走 来吧 千斤顶 先把车子给顶起来 这种液压的 要比我去年用的 手脚的那种要方便多了 胜利很多 太沉了 累死我了 先把驻车的千斤顶也放下来 万一那个千斤顶撑不住 还有一个 然后 把破掉的轮胎给卸下来 要用到工具了 我的妈呀 传死我了 高海拔地区换个备胎 太耗体力了 看一下啊 我这个备胎 是挂在这个车后的下部的 这会呢 我们需要用这个长长的东西 把这个备胎给摇出来 嗨 装不上去啊 好像高度有点低了 先把气放出来 然后待会再冲吧 不太行呀 我带着这个千斤顶应该是太小了 所以它升的高度 不是很高 我把它顶起来之后 轮胎还是放不进去 现在没办法啊 只能 先把驻车的千斤顶给放下来 完全知死 然后 把这个小千斤顶先撤出来 往里面再深一点 看能不能把它伸到更高 可以 顶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可以的 尽可能的要把它抬到最高 轮胎才有缝隙 能够直接放进去 哇 这种大车玩着 确实没有小车那么省力啊 遇到这种情况 体力消耗太严重了 还是不行啊 千斤顶升起的高度还是不够 这没办法了 只能打电话叫气修了 幸亏离有急事的地方不远啊 大概5公里就有一个气修场 这种事情你是没办法的 你要是遇不到事情你根本就没有经验 到底该带多大的千斤顶 然后换胎要怎么弄什么什么的乱七八糟的 都得一点一点在路上学啊 我第一次走西藏的时候 连备胎还不会换呢 现在能换备胎了 但是工具又不行 我的妈呀 打完电话了啊 气修场离这大概七八公里很近 然后静待救援就可以了 今天也是 等到市区之后我得换一个千斤顶了 换一个大点的千斤顶 这个千斤顶实在是不计事 本来我自己就能搞定的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啊 还没搞定 整得我都快高反了 弄得一身脏 来这旁边的小河里面洗个手 这河应该是昂曲河 流到长都市区之后就汇入蓝苍江了 哎呦喂 气修场的师傅马上就过来了 到气修场大概是9公里的路程 本来呀我想让他直接给我 带一个轮胎过来 但是这边轮胎卖的是比较贵的 630块钱加上手工费 加上安装的费用这一趟下来1000块钱 我也想算了吧 就让他直接 先给我送一个千斤顶过来 然后 帮我装上 只送一个千斤顶的话 不要他的轮胎只需要200块钱就可以了 救援没等来 雪仙下起来了 哎呀我的妈呀 啥叫乌漏偏风涟漪雨 收工准备走了 10点钟忙到12点半 终于是可以走了 还有一个半小时 就到累无期了 行驶30公里之后 我们开始翻阅 猪脚拉山 这座高山是滇藏县214国道 和川藏北县317国道 进入西藏的必经之路 曾经也是一段让人闻风丧胆的天险 随着川藏县上的基建越来越完善 如今的猪脚拉山倒也不是特别难走 但是注意 这一段路同样是一面仅靠山体 一面临近悬崖 在加山上雨雪天气频发 这一路走过来 路面上大大小小的落石 也是让人避之不及 由于海拔提升太快 所以车子怠速很严重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攀上海拔4600米的 猪脚拉山隧道 这条隧道长度有4.6公里 于2019年9月份通车 隧道的开通使得类屋其限 到昌都市区这一段路程 比原来节省了将近一个小时 下了猪脚拉山之后 接下来就是一路的下坡 路况也比前半段好上不少 到了类屋其限城了啊 先加个油 待会儿去找露营的地方 油价终于降下了一丢丢啊 现在西藏这边92号的汽油呢 是9块3毛西 把轮胎给换上 550换个轮胎 然后刚刚加油 今天又小一千出去了 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 雪上加霜啊 好了各位 折腾了一天 这会儿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 找到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这里是内屋其县桑多镇的 政务服务中心 很多个车位啊 咱们今天呢 就在这个停车场待着了 明天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这个县城 因为现在雪是越下越大了 一天没吃没喝 赶紧来弄点东西吃 然后给大家剪视频了 我是童光 正在一人一车自驾穿葬北线 点赞评论家关注 远方的风景 就是我此生的信仰